平常警方為力掃蕩 在八月底的時候 到了台南去破獲 改造槍制的工廠 各位畫面可以看到 當時嫌犯要被逮捕的時候 其實是不斷的哀求警方 表示說他要自己跟老婆說話 但是擔心串供 所以警方是把人給壓制住 這名男子 其實他涉嫌在自家的大樓裡面 來做槍制改造工廠 插扣到了飛制式手槍 一把子彈230克 以及改造工具一批 依法是移送了地檢署偵辦 這次平常警方大規模的查器 除了這個槍制改造工廠之外 還有詐欺集團 其中還查獲了一把 飛制式的衝鋒槍 警方表示 因應113年大選的腳步逼近 除了掃黑槍賭炸之外 另外還會加強防止境外的勢力 用不法兼留會入資助 或是經營賭盤等等 維護社會安寧 作詞文明 作詞文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